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墨西哥的喜剧片《我们是贵族》 维克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企业家 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早逝 留下了三个游手好闲只会花钱的子女 维克怕孩子们会因失去母亲留下心理创伤 所以他从没控制过儿女的财物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忙于工作的维克却疏忽了对儿女的管教 长子大陆已经进入了公司熟悉业务 而维克也有意将整个公司留给他经营 可是,富二代的生活早已使大陆丧失了思考能力 一群狐朋狗友整天为这大陆阿谀奉承 不管大陆有什么想法 都会得到狐朋狗友的猛烈夸赞 这种一呼本应的复合声 导致他从没有机会思考对错 钱是少了不少,但就是一事无成 最近,大陆又闪述了一个送游上门的加油站项目 维克的助手认为,这个点子狗屁不识 但孽儿儿子的维克却先是鼓励一通 然后好言相劝,让他去办公司竞标一个项目 但在狐朋狗友的窜托下,大陆却扔下公司的项目不管 转身去了别的地方,借创业的由头花天酒地 女儿巴比是一个活在童话里的公主 她深陷于一个渣男的花言巧语中不可自拔 甚至要和渣男马上结婚 但维克深知,女儿就是渣男的提款机 在维克的步步紧逼之下,渣男露出了真面目 她谎称餐馆倒闭,要和巴比到处游山玩水 说等蜜月旅行回来,就用巴比的信徒基金重开餐厅 不知人心丑陋的巴比对这段爱情深信不疑 她不听父亲的意见,直接拉着渣男在宴会上 对亲朋好友们宣布了结婚 上大学的次子小萨更是不让人省心 她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人,还常常漠视学校规矩 无法无天 学校领导爱于维克的身份也只能一再忍让 但小萨却变本家里和老师搁搭在一起 被校长撞个正招 委员会一致认为小萨的行为过于恶劣 忍无可忍之下,正式打电话通知维克,开除小萨 三个儿女的糟心事搅在一起,让维克暴跳如雷 当场气的心脏并发作进了医院 然而,三个孩子来到医院,将父亲没啥大问题 关心的话没说一句 反而在一旁争论起了看电影的事情 这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心寒 此时维克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确实太过宠溺孩子 他早应该听住说的话,对儿女的教育态度强硬一点 为了不让那句富不过三代的俗语应验 维克决定好好改造一下这三个不成器的败家子女 他首先动起了儿女们的黑卡,停掉了他们的手机 还没等三人从疑惑中反应过来 大批警察就突然持枪闯入家中 查封并没收了豪车之类的财物 这时,维克身穿旧衣破衫,偷偷喊孩子们跟他走 惊慌中,三人来不及思考,匆匆跟着父亲翻墙逃跑 出租车上维克解释 公司遭到诈骗,背上了一桩巨型农用工款案 股东全部撤股,驻手携款而逃 现在,他们没钱还给工会 所以,警察没收了全部财产 更要将他们一家人投入监狱 为确保不被逮捕 从此刻起,他们绝不能和任何人联系 晚上,几人终于来到平民区的一所破房子 这是维克的父亲留下的遗产 也是唯一不在公司名下的财产 破败的房子里一无所有 只能靠维克带来的一点陷阱 买些日用品,摊煎饼充饥 过惯了奢侈生活的三人 意识无法接受这突发情况 互相大眼瞪小眼,不知该怎么办 维克说,他们首先要解决吃饭 日常开销,以及装修房子的问题 自己刚犯了心脏病 只能靠三人去找工作赚钱 隔日一早,维克敲着盆叫醒了三个孩子 但是,傅少爷傅小姐 怎能真的屈尊去找工作 大陆找到他的胡鹏隔友求助 想尽快启动加油站项目赚钱 他想着,先让胡鹏隔友找老板出资 先把自己的那部分店上 等赚到利润再还回去 可胡鹏隔友一听 傅少爷这次不出钱感到很为难 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根本拉不到投资 他们本以为,大陆每次的豪言壮志 都是在为搞狂欢派对找借口 没想到,这次却想来真的 此刻,落魄的大陆终于认清现实 愤愤而去 巴比打电话给渣男求助 但渣男本就不务正业 都是靠着花巴比的前婚日子 现在,巴比一破产 他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巴比顿感心寒,挂断了电话 好在,散任中的小萨还争点气 小萨靠着朋友的父亲帮他走后门 顶贴了女上司侄女的位置 之后,泄气的大陆也只好乖乖去找工作 但毫无金钱关念的他 跟老板索要的工资 比人家店铺一个月的营业额都高 巴比被迫倒卖自己的名牌衣服 却被当成了假货 几天下来,也只有小萨找到了工作 为了搞道歉,解决吃饭问题 大陆用会员卡买了便宜的电影票 老麦赚了100笔所差价 巴比干脆把大陆的名牌手表当假货给卖了 维克加到老保姆和侄子前来探望 带了一些衣服,床单和毛巾 但维克坚决不受保姆给的钱 老保姆对几个孩子视如己出 非逼着职责给他们安排工作 职责是个厨师,坚持经营着大巴车 但他对这几个富二代并没有好感 厨师算是和巴比等人一起长大 但从小就遭到冷眼对待 不过,维克倒是对厨师还算不错 无奈之下,厨师帮大陆安排了坐大巴车司机 可总有那么些个刺头喜欢欺负新人 大陆屡遭针队,却无可奈何 某天,他在车站和刺头打了一架 打斗中,大陆意外发现 刺头和他一样 随身带着一本名为 世界最成功的销售员的书 两人不打不像是当场成了朋友 但听过大陆的交友站项目 刺头就狠狠鄙视了他一通 大陆计划搞一个送邮上门的软件 而车主需要额外支付邮价的10% 按大陆从前的富贵情况 这种事情只会省时省力 也不用担心钱 可在平常人眼里,邮价已经很贵了 人们宁愿都排一会队 也不愿多付钱让人送邮上门 大陆第一次听到反对意见 意外的没有生气 反而感到难得可归 巴比在厨师打工的餐厅里 当起了服务员 但娇贵的大小姐 对伺候人毫无概念 她从前是高高在上的主人 现在换成了别人对她各种白脸色 她服务不了客人 惹怒了老板 还连累了厨师 晚上更需要加班 陪厨师去市场采购食材 巴比第一次在小摊上吃饭 第一次遇到不怀好意的街头混混 她这才体会到 不能刷卡的人生如此真实 但为了生存 她只能忍气吞声 可大小姐的脾气还是会犯 她不满老板扣除小费 当众撒泼 幸亏厨师及时把她拉走 才保住工作 听着厨师指责自己 这些天的无理行为 巴比感到非常委屈 而小萨这边 却遇到了无比饥渴的女上司 被迫出卖色想来保全工作 一天不知道要被交进办公室多少次 经过一段日子的相处 维克才意识到 自己从前只顾工作 完全忽视了孩子 她发现大儿子有阅读障碍 女儿为了身材催涂八年 不过一家人难得能坐在一起吃饭 畅所欲言 他们失去了奢侈的生活 换来了简单幸福的快乐 随着和现实生活接轨 大陆和司机们打成一片 有着真正的朋友 困苦的生活 锻炼出了她的思考能力 脚踏实地的她发现了商机 可是没有启动资金 只能和寻常打工族一样 白日做梦 巴比也渐渐融入底层生活 成为了一个客户至上的服务员 没有架子的贫民窟女孩 同时 她和处事日久生情 坠入了爱河 在儿女们体验生活的时候 维克也没闲着 私自享受着助手提供的美食 后来 他们也将用赚来的钱 慢慢装修好了房子 生活条件也在稳步提升 日子虽简单 但踏实而安心 可某天 渣男却在洗浴中心 看到了本该喜欢跑路的助手 渣男花言巧语 从助手口中 骗到了巴比现在的助纸 他开门见山向维克敲诈 渣男深知维克家里的情况 妻子去世 维克又忙于工作不顾家 这让孩子们伤透了心 如果他们发现 现在的一切都是父亲导演的骗局 又该受到何种伤害 维克怒不可遏 但又害怕渣男揭露真相 正在这时 三个孩子下班回来了 渣男立马赢上前 谎称自己说服了 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叔叔 用所有财产做担保 解冻了公司的资金 助手也带钱回了公司 现在 他们又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 一旁的维克没有插话 被迫接受了渣男的谎言 正当一些人准备连夜回家时 厨师开着大巴来接巴比去市场采购 大路上前表示了感谢 并将大巴钥匙还给了厨师 而巴比的内心感到万分纠结 他爱上的厨师 又不能过河拆桥放弃渣男 同时也想回归富裕的生活 厨师问巴比 是否想不辞而别 巴比回答 不是 他又问巴比 会不会为自己回餐厅 巴比不说话了 厨师明白 此刻 他们已经成为了两个世纪的人 伤心离去 回归后的巴比整日魂不守舍 他在闺蜜的陪同下去世婚纱 坦言说 自己爱上的厨师 对渣男早就没了感觉 然而 在巴比消失的这段时间 渣男早已和他的闺蜜搞在了一起 闺蜜先是以高傲的姿态鄙视了厨师 然后吹嘘渣男 为了巴比做了多么伟大的付出 巴比遭到道德绑架 只好放弃真正的爱情 同意嫁给一个道貌爱人的渣男 此时 渣男正与维克达成交易 维克被迫牵下了 渣男拥有巴比信托基金的共有权 但前提是 渣男必须和巴比结婚才能生效 要么就开个价永远离开他女儿 可渣男还是选择了和巴比结婚 拿更多的钱 维克感到很痛苦 他不愿亲手把女儿推进火坑 老保姆告诉他 越晚说出真相 孩子们就越难以原谅他 维克顿时醍醐灌顶 下定决心坦白一切 此时 渣男正和巴比的闺蜜配合 用尽浪漫手段向巴比求婚 并且还要马上去登记 路上 维克打电话通知巴比见面 但巴比却为难地 不知该如何向父亲解释 不料 渣男一把夺过电话 敷衍两句就挂断关了机 维克马上打给巴比的闺蜜询问情况 恰逢此时 闺蜜不小心 在床上叫着渣男的名字 被男友察觉 慌乱之下说漏嘴 把巴比和渣男领称的事情 告诉了维克 维克赶紧叫上两个儿子和助手 赶往市政厅 在巴比签字的最后一刻 喊住了他 当着三个子女的面 维克终于说出真相 揭露了渣男的丑陋嘴脸 不出意外 儿女们对父亲非常失望 尤其是巴比很是恼怒 父亲把自己当成交易的商品 兄妹三人纷纷离去 决定以后不再和父亲来往 后来 大陆用他的信托基金做启动资金 和司机朋友们开了属于自己的车行 巴比回到了餐厅 和厨师终成眷属 小子也被女上司戒掉了怪癖 和同龄人恋爱了 他们住在爷爷平民区的房子 过及了普通人的生活 儿女们如维克所愿 成熟了也独立了 但他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 女儿生日这天 维克送来一束鲜花 维克说 他本想给孩子们一个教训 而孩子们却给他上了一课 看着父亲落寞离去了背影 兄妹三人一度哽咽 他们叫住了父亲 一家人重新坐在餐桌前 依旧欢声笑语 看来我还不能放弃 我只是被父母善意欺骗 其实是来体验平凡生活的 富二代的这种想法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